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9月15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92.24 收盘价是302.61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06 最低价是在291.64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5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占上了5日均线值 当日的成交量是7262.87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06倍量增 KD值快线又转折向上 那开口不变继续上行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弹 MACD开口增大双线上行 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滤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进行转变 好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9月14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率K线 是一根上涨的K线 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2.5%到4.5%之间 含有上影线 但是上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 那这样的线形啊 我们称作叫线不实 也就是在当日多方没有把股价收在当日的最高点附近 而是被空方压回收在了现有的收盘价 留下了上影线 那这样的线形啊 也表示上方是有压的 说明股价还需要整理 好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 那它的位置呢 是在股价出现急跌后的反弹中 收盘价超过前一日K线的最高 并且回补了由于前一日急跌出现的缺口 说明当日反弹的力度是很强的 但是呢 上方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不实的现行 那次日啊 股价必须是要高开向上 站上前高 那才能说明这个反弹成功 股价才能继续向上 否则呢 股价会预压而再次被拉回 好这是K线信息 那今天呢 我们基于这个K线信息啊 想讲一个剧本 对 那我们来看 在9月13日 由于CPI的数据啊 股价出现了一个急跌 并且呢 出现了恐慌性的抛售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量增的成交量 那在9月13日的日内啊 也出现了反弹 但是呢 股价又被压回 所以收了一个天见线 那我们说一部分持有者啊 本来有可能是要在9月12日这根K线的上方出货 因为啊 9月12日的这个K线啊 是一个跳空高开盘的一个小绿K线 那后续啊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飙涨 嗯 那也就是说 在上方314的这个地方啊 将是一个出货的节点 但是没有料到啊 在9月13日出现了一个急跌 那9月14日出现的这个反弹呢 很可能是一个拉高出货的一个K线 也就是当日啊 有可能是借着白宫的一个消息 就是要增加全美的充电桩的设施的投入 嗯 借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把股价拉抬 然后进行出货 我们会看到在当日也是有很大的成交量的 那在次日啊 呃 如果再收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K线 并且继续带有大的成交量 那几乎可以断定 呃 这样的反弹 它是叫做呃 拉高出货 那日后呢 股价是要掉头向下的 嗯 但是呢 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 如果收的这根K线的收盘价 能够超过9月14日的前高306 那将是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特征 好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剧本啊 放在呃 视讯中 然后我们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 嗯 那我们讲的这个剧本呢 完全是基于呃 K线的线形来设计的 与消息面是无关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9月14日股价的预测 我们给出了呃三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顺势下跌 收盘价在286 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 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95的 嗯 另外一个可能是 只跌横盘 收盘价在293 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一个高开盘 并且呢 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8的 嗯 那 第三个可能呢 是股价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在299.5附近 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一个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92的 那实际在9月14日的收盘价 是在302.61出现了反弹 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的收盘价相差比较多 嗯 但是呢 实际的股价的走势和收盘价所在位置的本质 都与我们预测的反弹相吻合 即出现的这个反弹啊 它的收盘价回补了由于前一日急跌而留下的缺口 并且又重新站上了三号趋势线 嗯 这样的一个反弹出现后啊 三号趋势线在日后股价的走势当中将成为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非常有利于股价的上行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 对于9月15日股价上行的目标 就是要站上前高306 然后突破上方的314 这是它的两个目标 如果说能够站上306啊 才能确认9月14日的这个反弹成功 因为刚刚我们从K线信息方面的解读啊 这根K线可能是拉高出货 因此啊 只有后面的这个K线的收盘价 站上反弹的这根K线的最高 才能确认反弹成功 好 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 那再向上呢 就是要站上314 我们说 如果股价后续站上了314 将会出现新一波的上涨行情 那接下来的目标 一定是要突破上方的这个1号趋势线 好 这是股价的上行 我们来调整一下水平线 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上移到306 然后变换成一个观察线的颜色 上方的314 现在将会变成一个压力 好 这个上方306和314是上行的目标 那我们再来分析下行 那在9月15日股价的下行 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 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和3号趋势线 5日均线值啊 我们测算它的下限是在299.5这个位置 那3号趋势线和9月15日当日K线焦点 是在298.7附近 那这两个点位啊 将成为它下行的第一个目标 那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两个点位 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 和下方的这个缺口 那所以啊 我们也会看到在9月15日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均线值 也是在前低和缺口附近 所以我们说这个区域呢 是目前对于特斯拉股价 它是一个强支撑 好 我们再调整一下水平线 我们把这个水平线调整到290 是这个缺口中心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支撑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变换一个颜色 它将是一个强支撑而不是观察位 好 那这是下方的两个目标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9月15日盘中 上方占上306 将证明反弹成功 后续的目标就是314 下方我们要关注 我们把这条线还要调整上来 调整到299.5 好 那下方呢 我们要关注5日均线值和3号趋势线 跌破了这个位置呢 日后的目标将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 和跌破前面的前低 否则 如果在9月15日股价既不向上突破 也不向下突破 会在306以下 2号趋势线以上进行横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306 第二个压力位是309.5 是8月17日的最高 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压力位就是314.66 是8月16日的这个最高 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是在299.5到302 在这个区域内 然后当然我们可以把第一个支撑区间涵盖 涵盖这个3号趋势线和当日K线的焦点 那第一个支撑区间应该是298.7到302 我们会看到这个支撑也是比较宽的一个支撑带 好 接下来的一个支撑 我们给出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 是在294附近 然后接下来是前低 包括下方的缺口 包括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 那在这个区域呢 它的界限是从289 一直到291.6 也就是前高 这是第三个支撑区间 也是强支撑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9月15日股价的预测 我们预测两个可能 一个是横盘 一个是上涨 但是在横盘这可能当中呢 我们会给出两个位置 那第一个横盘是 股价会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最低会到达294 最高会到303 收盘会收在298.5 在这个位置 那出现第一个横盘的条件呢 它必须是一个低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03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低位横盘 好 那另外一个位置的横盘呢 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那股价在当日应该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最高会到达308 也就是出现新高 最低会回踩到301 收盘会收在304.5 那出现这个高位横盘的条件呢 它必须是一个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00的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 两个横盘 那第二个可能呢 股价会出现上涨 如果出现上涨 它将是一个高开盘 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03 最高会到达313 收盘会收在310.8附近 那出现上涨的条件呢 它将是一个高开盘 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在盘中 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02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 在9月15日走势的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